今天就是最後的決戰 上一次的去年11月28號 上一次的專案小組 最後的結論是兩個方案 兩個方案並成今天下午大會要做最後的決定 一個是這個案子就個案變更過了 就是保護區就開始淪陷了 第二個方案就是這個案子應該納入內湖區的通盤檢討 這是都市計畫法明文規定 所有的都市計畫要定期的去翻新 那過去就是政府都把大量的資源 這些市政府的員工其實非常辛苦 他們去做了很多的這些個案的變更 以至於沒有人力去做這個通盤檢討 所以通盤檢討都拖了很久 到現在很多的台北市12個行政區 大部分的行政區都還沒做過通盤檢討 那內湖這個案子我們要求慈濟的這個開發案 就應該納入通盤檢討 他應該跟市民跟小老百姓一樣 平起平坐沒有特權 大家一起來從內湖的都市發展的角度 這塊保護區要不要解編 這個地方要不要做公園 這個地方要有多少公共設施 這樣子來做一個完整的規劃 這才是真正的都市計畫的精神 所以我們認為這一個案子一整個的違法亂紀 一整個違法亂紀 連今天下午兩點要開的審查會議也是違法審查 下午的會議也是違法審查 實際不是政府單位 實際不是政府單位 他發動了主計畫 這件事情就是違法亂紀 因為主計畫的權責在台北市政府 主計畫的權責是市政府 並不是民間單位 所以實際沒有資格發起主計畫 今天實際發出的發起的這個主計畫 可是我們幾年來一直在強調這件事情 所有的都發局委員專案小組委員 他們通通不理會我們的這一件提醒 完全不理會我們說的這個事情 我必須告訴各位 這是一個違法亂紀的事情 假如今天審查會議通過了主計畫 這個部分的話它是無效的 由於是違法審查 這個結論是無效的 我想在這邊先各位報告 在我們之前的第八次的專案小組會議裡面 新婉教主席他說 他的財事結論是說 我們可以精算土地的榮壽力之後再來討論 這個計畫案應該要怎麼樣的處理 但是到了第九次會議的時候 完完全全沒有討論這一個部分 第九次會議完全沒有討論土地榮壽力的部分 但是現在第九次專案小組會議的會議紀錄出來了 裡面都寫上去了 請問各位這個是不是偽造文書 這個是不是偽造文書 我們今天也希望勸告慈濟 過去十年的努力 如果他們能夠依照程序正義 按部就班的來 今天不會有這麼多正義 其實我們要的只是一個保證 一個不會淹水的保證 一個不會破壞生態的保證 如果慈濟能夠用環評的方式 來給我們一個承諾 那我想今天的正義會減少很多 可是我們質疑的是 為什麼慈濟今天會利用第一個 都記法第27條 用國防經濟的理由來迅行變更 把保護區直接解編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令人匪夷所思 如果今天慈濟覺得我們開發這片土地 是合情合理合法 就不應該用這種違法的手段 我們說慈濟不要做違法的事 慈濟做了哪些違法的事 應該做環評不環評 不應該蓋鐵皮屋 他蓋鐵皮屋 他說他沒有違建 結果被抓到就是違建 太多違法的事情 我們今天的重點不是在慈濟 做了這些違法的事情 我們今天的重點 是台北市政府 他能不能守護這個城市的公共利益 都市計畫的委員 能不能捍衛都市計畫的專業 留給這個城市一個永續的發展 留給這個城市的市民一個真正的安全 他所在的基地通通是三坡地 並不是如慈濟所說的 只有1.006是三坡地 而是全區都在三坡地 因為他整個在三坡地 所以我們要求你一定要環評 可是台北市政府在擺爛 他不願意面對這件事實 他不願意叫慈濟做環評 於是我們居民已經向法院提起訴訟 我們狀告台北市政府 必須命令慈濟環評 否則這是違法賭職的 委員不要晚節不保 委員不要晚節不保 慈濟別做違法的事 慈濟別做違法的事 大陸內部居民通販地保 委員不要晚節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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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要晚節不保